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黄耀义 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 28年来中国与世界均发生巨大的改变 中国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 因为六四起了何种转变呢 六四天安门上的血迹 如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足迹 整起事件当中有多少历史的转折点 而如果当年中共政府 以正面的态度处理六四 现在的中国 现在的中国梦又会有何不同 不一样的中国又会为当今世界 塑造出一个什么样不同的面貌呢 今天我们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从纽约透过skype连线参加节目的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 胡宣宁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讨论的 中国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 张宣宁好 您好 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网友朋友们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 号码是400-120-051 400-120-051 此外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VOA China 那首先呢我就先请两位来分享一下 在六四发生当时 你们自己的观感跟你的感触 我们先请张立凡先生 我当天晚上是一夜无明 一个是我看到军队和我居住的楼下通过 感觉上好像今天我们从北京的连线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们待会再回来请教张立凡先生 我们再请教胡平先生一样的问题 六四当时您的感触 六四发生的时候 我在美国的纽约 我们知道八九零运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的华人 那参与的人数之多 持续的时间之长 始终坚持和平非暴力 表现出的那种热情坚定 勇敢以及团结都是史无前例的 当六四屠杀发生之后 我当时非常的震惊 也非常的愤慨 那么第二天 我们马上就组织了集会抗议 当时不光是运营团体 包括留学生的团体 包括桥姐 还有当时也有海外当时的一些主要的报刊 那都是相当一致的表现 表示出这种最强烈的抗议 在那之后呢 那么海外积极参加运营的人更多 都坚决表示要对共产党 中共当今这种滔天的罪行 愤怒的声讨 所以那以后呢 整个海外的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想这跟六四屠杀提起的那种广泛的 当然另外在国际社会呢 我们知道也激起了强烈的反应 几乎是一致的严厉的谴责 也就是这件事情 因为当时又是电视时代 那么很多人通过电视 那些天几十天来 每天的打开新闻 第一条新闻几乎都是天安门 所以这件事情 我想当时不仅是在华人中间 在整个社会 国际上都造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应 是 那胡彬先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您自己的分析 您认为六四的因合而起 那么当年中共当局的决定跟做法 是否是对症下药 还是是越治越糟呢 那中共的做法当然是 十足的野蛮凶恶 而且这个反人性反人道 从当时八九民运的情况来看 因为它那个生死之浩大 那的的确确它是在这个 像整个中共的一党专制挑战 所以中共的强硬派也很清楚 如果他们做了让务 如果做了妥协 那么一党专制就不服存在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看到这个有相当一批 这个包括共产党的一些高级官员 都愿意接受那个 愿意和学生对话 愿意在民主和法治的 这个轨道上解决问题 但是呢 还有像邓小平为首的这种一些强硬派 他们要坚持这个保护这个共产党的一党专制 所以才这个悍然采取这么血腥的手段 由于在当时那个参与民运的人数太多 包括在党内 也有很强的反对意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当局他要镇压 他就必然就会采取特别残酷 特别血腥的这个手段 所以这也是这个六次这个屠杀 他那种屠杀那种残酷性 那是超过了历史上 很多这个专制政策 他们的所作所为 那么从当时情况看来很明显 其实本来就是大势所需 你共产党 那不仅是中国 以及整个国际共产阵营 包括苏联 包括东欧 他们搞了几十年的共产革命 都遭受到了惨败 因此呢 要求改更了 乃至当时是朝野上下的一个共同复生 那中国的八九民运呢 本来是为中国进行和平的民主转型 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而这个中共强硬派的 他们的六四屠杀呢 就埋葬了这个机会 那从此呢 也把中国引向了一个危险的一个方向 危险的一个道路 是 那胡平先生 我想再请教您 刚才您也提到了 当然邓小平这几个名字 所以我们知道说 在这个六四的事件当中 究竟哪几个中共的高层 决定了六四这个事件的一个走向 那么包括像邓小平 像赵紫阳 他们有 刚刚您也提到党内有不同的意见 谁是不同的意见 那么当中 谁后来后悔了当时的决定呢 至于后不后悔 这个我们当然不是很清楚 当然像赵紫阳 那么像他们当然都表示 这个无怨无悔 尽管以后就 六四之后就遭受软禁 一直软禁到死 但是他从来没有他对他在八九云中 所做的一个选择 表示过后悔 那么在邓小平方面呢 我们就不得而知 你看前些年 那十几年前了 邓小平的女儿出了本书 就写 就是写我的父亲邓小平 但是那本书呢 很奇怪 就只出了上卷 没有下卷 也就是因为下卷免不了 就会谈到八九 谈到六四 我想他这些 他感到是没法交代 而且呢 如果说要把当这情况 做一个叙述 那不可避免的 他作为他的女儿 以这种身份出现 不可避免的 在替他父亲做辩护的同时 那也不可避免的 要对六四这种残酷 造成的这种莫大的悲剧 他要总要表示一些道歉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他在邓小平 已经死了这么多年 在上卷已经出了这么久之后 他那边下卷迟迟难产 我想就跟这个有 当然跟这个有关系 当然重要的就是 不在于这些强调 他们是不是有后悔 问题是 如果他们有过这样那样的 或者后悔 那么他们如果没有表现 表现为一种具体的行动 那也是没有意义的 那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呢 那么在党内 当然是可以说是 出现了中共成立以来 空前的一次大分裂 而这个分裂呢 就是围绕着对这个 学生运动 对民主运动 採取态度 镇压不镇压 杀人还是不杀人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八九民意 六四屠杀 非常清楚的 向我们揭示出 这个共产党 它的专制的本质 也非常清楚的 向我们揭示出 所谓这个共产党 八九年发生的事情 包括像苏联东欧 东欧发生的事情 和中国发生的事情 到底有什么不同 那么现在很多人 一谈苏联东欧 那你说和中国相比较 总是说苏联东欧 人家是先政治改革 后经济改革 那中国是先经济改革 后政治改革 又说苏联东欧 搞的是激进改革 中国搞的是渐进改革 其实这种说法 都不得邀灵 因为中国在很早 在比苏联东欧 很多国家更早 就发生了大规模的 八九民运 其实导致 所谓苏联东欧 和中国区别的 唯一一点就是 当你面对着一波一波的 有大规模群众参加的 和平的民主运动的时候 你是镇压还是不镇压 杀人还是不杀人 其实这也表明了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民主 为什么要拒绝 专政的一个基本理由 因为专政的策略 就是靠着杀人来维持政权 就凭这一点 那就是我们 当然坚决要反对 是 谢谢胡平先生的分析 那我想再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 欢迎您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在六四的整起事件当中 您看到有哪几个转折点 还有哪几个重点人物 可能让事态的发展转向 全然不同的结局 甚至可能是皆大欢喜的收场 这个我自己的观察 就是一个呢 这次事件主要是在几个节点上 一个就是所谓四二六社论 这个社论呢 这个把学生的爱博运动 定性为这个动乱 那当然这个是在这个赵紫阳 到朝鲜访问期间 这个邓小平召集这个开会 然后定下的这个调子 而当时赵紫阳在朝鲜 因为这个信息的屏蔽 几乎是完全不知情 我曾经跟赵先生的幕僚 曾经谈过当时的状况 他们在朝鲜的信息 几乎是没有办法 知道国内发生了什么情况 直到赵先生从朝鲜回到这个中国 还知道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状况 所以他就极力的想弥补 想挽回这个 他跟这个当时 跟万里先生也做了一个 线上的沟通 然后他们达成了共识 之后呢 赵紫阳又跟这个各民主党派的 责任进行座谈 然后呢 在这个5月4号的时候 他发表了一个讲话 他就是认为 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 他认为需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 在理性和秩序的基本中解决 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 他是主张用这种方法来解决 但是这个 到就是他会见戈尔巴乔夫以后 有人又向邓小平敬禅言 因为他提到了 实际上 就是我们还是要见邓小平的 那么这个 邓小平非常的快 这样呢 就导致就是后来 两个人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 最后呢 这个采取了这种 非常不理性的这种暴力的 觉得措施 所以在这个关键点上 我觉得 一个是5月11号当时的这个投票 就常委 文明常委的投票 在邓小平家 在场的 还有杨尚昆和博一波 等这个中欧元朗 当时呢 他会表决是2比2 就是李鹏和这个 姚依林 支持这个 赵紫阳和 胡锡利 对 乔石呢 投了全票 当然李鹏日记呢 他另外有一个说法 他说是三个人支持 一个人反对 一个人弃权 他的说法也没参考 但是从这个决定来看 就是 其实上 可能 倒是在这方面 就是倒是这样 全票非常的重要 但是另一个 我们也看得很清楚 就是不管政治局 常委怎么投票 其实邓小平 是镇压的底下 这一点呢 可能是他和 党内的保守派 就是陈云等 老师在这个问题上 也达成了一致 所以常委 这个投票 也只是一个形式 所以到这个以后 就是 接下来就是 5月19号 宣布建议 当然还有一次 挽回的机会 那就是 这个 胡锡利等人大常委 和当时的这个人大 做的几位副委员长 包括这个 现任国家领导人 这个习先生的 在内 他们都准备 就是要召开 这个一次会议 来这个 比较理好 宣布的 在北京 去戒严的命令 但是呢 这次行动也受 然后就是 万里先生 在回国的时候 实际上是被 滞留在 上海 然后他没有办法 回到北京 也没有办法 召开这样一 人大常委 所以这样的历史 点上都发生了 非常不幸的这种 错误或者转折 所以最终导致了 6月4日的这种 阴影准压 这个是我当时的一些观察 我觉得 有些人 在这方面的历史方面 还可以讨论 谢谢 是 那张仙 我想再请教您 如果说待会儿 这个我们的连线 还效果不错的话 刚好我们自己的网上 有一个网友 他问了类似的问题 这个叫做 轩熙阿小宝 他在我们的 YouTube直播上问说 我倒认为 六四是中国民主的悲剧 和民主运动的悲剧 因为六四阻碍了 党内改革派 改革以及制度的转型 到现在也不会有改革 这个是民主的悲剧 民主运动的悲剧 就是中国再也不会 有抗力的声音了 这个就是民主运动的悲剧 这也是我想请教一下 张立凡先生的 之前我们在讲 那个社科院的 这个话题的时候 您也提到说 六四的前后呢 社科院的这个学术 自由又产生了 很大的变化 就您的观察来讲 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 在六四前后 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主要是体现在 哪些方面 张贤 这个我在两年前 我在BBC发表了一些文章 这叫历史因一场悲剧而改变 就是说呢 本来可能是中国有可能通过这个政治改革 跟这个国际接轨 跟这个文明的主流接轨 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但是呢 由于六四事件 这样一个不幸的事件 导致了如下六个方面的后果 第一个后果就是故事破裂 正改葬送 第二个后果就是党在法上 监督缺失 从那以后就党的权力就不受监督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原来十三大所决定的 所谓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这一条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 第三条就是腐败升级 这个咱们现在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这样一个不受监督的这个权力 必定导致整个体制的腐败 第一次就是信仰破灭 道德沦丧 实际上在这个六四之前啊 有很多共产党人 他们还有一些个比较虚幻的 但是呢 可能是他们参加 同仁革命时代所带来的某些个这个平等民主的理想 但是六四世界以后 大家这些理想都没有了 大家都去挣钱去了 都去利用自己的权力来为自己拉好处了 所以整个就是说这个政权腐败 社会溃败 道德沦丧 这一点呢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 再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失信于民 社会分裂 这是第五条 那这个实际上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然后后来实际上就发展成 就是权贵利益集团 以改革的名义来这个攫取暴力 然后呢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 现在中国社会完全现在处在一种 完全是和这个政权对立和社会撕裂的状态 第六这个后果就是现在为了保政权 六四的镇压不就是为了保政权吗 就形成了现在一个传统 就是暴力维稳 而且呢有权非常任性 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这个是我们现在随时可以看到的现象 然后我还最近我想了一下 我还要增加一条 就是第七条 体谋中断 洗脑重来 就是原来在八十年代 实际上大家对文革 对毛时代的那种反思 是开始了这个中国的 这个民主化的启蒙的进程 但是这个进程被六四事件阻断了 后来虽然在九十年代还有一些延续 但到现在来看 这个中共的这种洗脑教育 非常之有效 我们现在看到互联网上这种情况 这个甚至于在推特上你看这种情况 就可以看出来 这种洗脑的思维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就是完全是一种和毛粉 和毛时代相同的那种思维毛式模式 就是凡是这个某某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凡是某某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或者呢就是 以某个人的是非为是非 完全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一点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 是的 好的 谢谢张立凡 谢谢张立凡 谢谢张立凡先生跟我们分析 六四前后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发生的转变 那么现在继续请教两位嘉宾之前呢 线上有几个网友 还有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 听听他们的看法 首先请的是安徽的江先生 你好 你好是我吗 对请说 喂 我是安徽的蒋先生 蒋先生您好请说 讲 对 主持人好嘉宾好 我 首先我是非常感谢香港 没有忘记六四 没有忘记大陆 没有忘记中国的民主 第二点了 我想请张立凡先生回答一下 就是郭文贵先生 5月29号的视频 关于张立凡先生的 然后就是 我觉得张立凡 不是 郭文贵这次爆料 刺激了很多王岐山的 我相信中共内部现在也 我估计也是乱套了 因为打铁还需自身印 现在最印的那个人已经不印了 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丑闻了 我感谢郭文贵 郭文贵是一支神兵 郭文贵是一支骑兵 是天教神兵 郭文贵现在也有一些改变了 之前他是对于中国的民主 是一种奢求 现在也转变为 也是支持中国的民主这一方面 我希望郭文贵能爆出 更多更多的大料 更多更多的猛料 让中国的民主化也有希望 谢谢 谢谢郭文贵 希望张立凡先生回应一下 谢谢啊 好的 我们待会为您请教张立凡先生 谢谢蒋先生 给我们带来的意见 接下来我们请的是 新疆的黄先生 黄先生你好 你好 896428周年 这段历史已逐渐被 现在的经过中国共产党宣传教育部门 洗过脑的年轻一代所摒弃和淡忘 就我生活的新疆 不论违汉 绝大多数人至今仍生活在被 共匪邪党集团控制的舆论宣传的 谎言和欺骗之下 对维族人的宣传教育方式 居然还是停留在上个世纪的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的低级的渔民方式 可见中共对新疆的封锁控制和打压 是多么的严重 而所谓的江族恐怖分子 只是被共产党放大夸张之后的 变形产物 所以突破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下的 网络 尊锁 还有呼吁国际社会关注 中国没有言论新闻通信自由的 这个客观现实 才是十分紧迫和必要的 也才能更好的保存 坚持延续关于 8964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和理念 谢谢 好 我们最后请湖北的李先生 李先生您好 请简短发言 我说湖北的是吕 吕先生 好的 李先生您好 我对于张立凡先生的发言 是非常支持的 但是六四这个悲剧 只能说它是一种悲剧 但我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 是不是共产党原来 是个经验 所谓的巴黎公社的起义 它也把这个悲剧 当作是他们的一种产物 那我们现在就不能犯共产党这个错误 好不好 我们把这个六四的经验的话 不能搞成共产党式的东西 这就是我的意见 我希望两位嘉宾先生 你们提个看法 好的 谢谢湖北的 那么我们就请张先生很简短的回应一下 刚才安徽蒋先生 有关于他说这个郭文贵 在最近所讲的这个话 看您怎么回应 我是一个资深的郭粉 这个从2015年9月 我在VOA的节目 我就对郭文贵先生的这个爆料 有极大的兴趣 所以我也这个一直关注 郭文贵先生这个近期以来的爆料 而且我也这个在此前的节目中 分析了一下 就是郭文贵先生的背景 以及他和党内这个派系的关系 所以呢我曾经谈到就是安全部门 是曾经是姓金王这个掌控的一个部门 所以我也曾经提问 我就说究竟郭先生是投诚呢 还是出牌呢 就是这点呢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思考 但是总体上来讲 我是一直表态支持郭先生的爆料 因为只有这个体制内不断的 就是各种派系不断的这个相互爆料 或者这个进行权力斗争 那么才能够解构这么一个体系 所以呢我认为郭先生在这方面 他一开始这个举措呢 我觉得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只不过呢我对于这个不靠谱的 这种爆料的内容 或者说没有证据的这个爆料内容 我这个时常会提出一些个疑问 这个是出于我作为一个学者 本身我对于资料的这种资讯的这种考量 我必须要提出来 就是哪些资讯需要有哪些证据来作为这个补充 才能够有这个说服力 那在这一点上呢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的多数是一些个下三路的这种爆料 然后呢还有一些呢是并没有办法证明是或者不是 或者有些数据上明显有误 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可能 这个在这个问题上要重新推敲 好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基本的态度 就是支持爆料 但是支持爆真料 好的 谢谢张力凡先给我们这个观众朋友所做的回应 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胡平先生 刚才您也讲到是说这个六四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人 也引发了很多的思潮 那我们知道说六四培养出了很多的民主人士 跟像这个学生领袖像王丹 乌尔开西 我们也看到知识分子像魏京生 刘晓波 王军涛 普志强等人 那么这些人他们对近代中国的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很多东亚的国家的民主的思潮 例如说像韩国的光州事件 台湾的这个所谓的美丽岛事件 也是这些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去推动的 造成了最终的民主化 那么是否六四所带来的民主思潮 跟这些民主人士能够推动北京中国政府的民主化呢 当然这些你刚刚提到这些民主人士 他们一方面是这些思潮的引领者 那另一方面也是这个十四兆英雄 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学生 他们之所以在八九民中能够站出来 那首先是在此之前 很多很多的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所以在我们看到八九那一代的学生 表现得那么不同心 那是恰恰和他们的老师这一辈 当然不一定都是实际上担任他们老师这些人 我是指说比他们长一辈的人在此前做的大量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尤其是经过在文革之后 人们那个痛定思痛通过反思文革的经验教训入手 这个那么在中国就产生了这个很强大的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潮 引起了所以这就造成后面一系列的变化 那么在六四之后这二十多年来呢 我想不光是刚提到这些人 还有许许多多在海外的还在国内的一些人 依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 我想他们对这个中国这个未来的民主转型 那当然都还是会起相当大的作用 但只是呢中国在经历六四屠杀之后呢 那人们普遍的陷于一种恐惧 所以很多问题就是还不是说他们真正多少人 真正接受了共产党的那套说辞 而是出于恐惧 而出于一种无奈无力 所以不敢大胆的表达自己 说出自己的心声 这么就导致呢 我们看到二十多年来 中国的民主运动呢停滞不前 那么当然话说回来呢 那个毕竟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还是有不断的人在觉醒 不断的有人在抗争 再说你一种这个屠杀 一时的屠杀所造成的这种恐惧 它也会随着时间而淡化 那毕竟像恐惧这种东西 是专制是人性被扭曲的结果 它不可能遗传 所以我们也我们可以完全可以相信的 随着时间流失 随着各方面人们这个努力的工作 那中国的民主高层呢 还会再提 好的 谢胡批先生 我们最后差不多还有这个两分半的时间 我要请这个张立凡先生 回应一下一个网友的问题 我们的网友叫做 如凤凰展翅生腾 他说请问张立凡先生 虽然八九民运以悲剧收场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东欧巨变 苏联819事件苏共垮台 有人认为这是八九民运对东欧各国的积极深远影响 您怎么看 那我就要请教一下张仙 就是说六四之后 我们看到柏林文强也倒了 苏联解体了 世界发生巨大的改变 所以六四在整个世界的历史长河里面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那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很正面态度来解决六四的话 现在中国在世界上是否能够扮演一个更有力 更正面的角色呢 张仙 这个我觉得二十世纪 稍等一下 我这个电话的回音很大 现在看着可能有第三方一直在听着 我也很愿意他们一起来分享我的观点 我觉得这个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二十世纪最重大的事件 就是共产主义世界的崩塌 那么1989年的这个六四事件 通过国际媒体的现场播报震撼了全世界 虽然我们中国人没有从这场悲剧中受益 但是这次事件最重大的意义 就是中国这个蝴蝶翅膀的煽动 引发了改变世界历史的飓风 所以在五个月之后 这个柏林墙在这个1989年的11月9号 一夜崩塌 此后呢这个多米诺骨牌教育 迅速的改变东欧很多国家的历史 直到体量非常庞大的前苏联空然解体 所以共产主义阵营就是用这种断崖式的插方 结束了冷战时代 这个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至于说中国 我觉得中国如果不发生六四事件 会不会变得更好 其实这个历史是没有办法解释 假设的 因为中共它的一些致命的从您胎里带来的一些毛病 它后来能不能改 当然当时如果说在这个六四前 他们有这样的机会 这个我曾经也曾经指出 我在六四前这个开座谈会的时候 我就说 我说历史的机遇稍纵即逝 现在来看恐怕这种体制 通过体制内的政改 达到这个 使这个权力受到监督 使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来领导这个世界 这种想象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实现了 现在很难指望体制内 再进行一次政治体制改革 因为时间的关系 不好意思 今天没办法让张先生唱所欲 因为时间关系也没有办法借听 所有的观众听众朋友以及网友的问题 非常感谢虎平先生跟张立凡先生 参谈我们今天节目讨论 那也很可惜 今天我们从北京的连线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我们的嘉宾跟观众听众发表的 都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而明天晚上的时事大谈节目 将带您来关注是 推特革命在中国 这是民主的虚向还是突破口 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 准时锁定VOA卫视 收听收看并且踊跃财男节目讨论 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